一队表演是各个典礼不可或缺的重要演出 星星高中一队近期参加了国防部举办的首届高中职一队竞赛 在当中击败了50所学校夺得了冠军 星星高中一队在平日练习中除了动作整齐划衣之外 也呈现了许多抛枪悬枪等高难度的动作展现了坚强实力 音乐声以下一队队员站好队形向前迈进 将手中的里枪不断的旋转 顺畅俐落的完成每一个动作 队员们脚步一致 随着节奏排除整齐的队形 一队队员表示 一队表演很注重团队的默契 一个手脚的动作错误就要重新演练一遍 在一队我们学到的不只是枪法 就是包括态度 理解 然后仪态之类 都是我们在这里学会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团队 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 然后团队精神是很重要的 然后我们就是知道面对事情 然后要用什么样正面的态度 然后可以运用在很多事情上 星星高中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北区的冠军宝座 靠的不仅是精湛的枪法以及整齐的队形 更是学生们心中迫下的荣誉种子 星星高中的仪队 在国防部所举办的首届高中职仪队竞赛当中 打败了全国50所高中职校 报回冠军 一队总指挥陆军奎 则将这份荣誉归功于平日扎实的训练 熟悉动作的部分其实就是 还是多练习啊 对啊没有特别的方法 那除了多练习之外 我觉得还是凝聚力的培养 对啊因为一个团队上 如果大家对这个团队没有一个共同目标 没有共同的努力方向的话 其实就算再会教 没法凝聚他们的共识的话 其实是没有用的 一队的训练除了要求动作一次之外 抛枪 悬枪等动作 因为里枪本身的重量高达两公斤 出席训练会很困难 但是这群队员们平坚的热情 才能够在各大小的比赛中不断的获奖 证明自己的实力 陶渊有线新闻也号圈巴德财房报道